在玉山国家公园当中 布农族人数最多 也与玉管处的关系最密切 布农族的音乐也常常是 玉山生态与山林动物的最佳代言 因此 玉管处特别透过布农族人的协助 制作拍摄了一部影像音乐专辑 除了希望为布农族音乐宣传推广之外 也透过玉山影像的呈现 带给民众对于玉山国家公园 更加丰富美好的感受 影片开场 听到布农族小朋友 纯朴清亮的优美歌声 在搭配玉山国家公园 境内的山林风景 使人心情也随之开朗 玉管处在这部布农 月玉山的影像与音乐专辑发表会上 也邀请到片中小朋友 请自到场唱歌给大家听 拍这样一个影片 我想最主要能够把原住民的生活 它的记忆 它好的文化底蕴 让我们国人 乃至于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说 这样一个好的音乐是值得来传送 也能够把我们原住民的精神 让大家都来知道 这部专辑找来罗纳部落的小朋友 来配合演出与录唱 其中指导老师也特别为这部专辑 编写了一条玉山是我家的新歌 说到拍片过程 小朋友仍是印象深刻 拍到七点多早上六点多就要起来 睡眠不足 透过这样的一个星星 明都汗 透过月亮 透过我们跟玉山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做了这首歌 就是把这首歌当作我们一个圣山 一个我们布农族的一个开始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玉山的这个歌 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感谢 然后我们要回复到传统 就是这个玉山曾经养育我们 不管是森林山河都是孕育我们生命的所在 所以我做了这首歌 一个非常奇怪的歌曲 透过音乐歌词 传达布农族对森林的记忆与怀念 也让玉山国家公园的保育之美 透过影片让大家都能欣赏到 而有兴趣收藏这篇音乐专辑的民众 可以电话或网络询问预管处